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4月5号 我们这一期的标题是春秋笔法 我实质的内容是想讲一下陈秋实 为什么不把陈秋实放标题里面呢 是因为前几天那期关于陈秋实的视频 他们流量好高啊 这个人自带流量的 所以说我不想称他的热度 我还是有点小骄傲的 关于这个春秋笔法呢 上一次我也表达了这个意思 但是我后面觉得没说透 所以说这次呢我们好好再讨论一下 什么是春秋笔法 反正我们都听说过也大概明白 但是我今天看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说的超级好 所以说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小明呢 他爷爷死在了抗日战争时期 那你听到这句话 你是不是理解 小明他爷爷死的时候呢 是抗战时期 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是不是 小明他爷爷是死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了 他爷爷是牺牲了 是个英雄 对不对 我刚才那个话说出来以后 基本上是有这两种想法的 但是如果说我告诉你 事实是小明他爷爷是二鬼子 狗汉奸 被他们巴洛军给枪毙了 那你是不是没想到呢 当我们回过来头来再看 就是说小明他爷爷死在抗日战争时期 那这句话是事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就是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就是陈述的东西都是事实 但是他展现给你的东西和事实是完全相反的 或者说和事实并不符合 我觉得陈秋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视频里面有春秋笔法 怎么说呢 他报道的都是事实 但是呢并不是公正客观 这里呢之前也说过 就是说你要想让我心服口服也OK 你正儿八经的做到公正客观 对不对 武汉 比如说当时那些问题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武汉有没有再解决 对不对 你报道了武汉的负面以后 那武汉如果说是真的一点正面没有了 那我也认了 他有没有正面的东西呢 那你为什么没有去报道 对不对 所以说他想传达的东西并没有真的说出来 而且呢是他想传达的东西包裹了很多的这些概念在上面 包括自由啊 民主法治这些东西 就是很高大上的东西都包装在上面 其实这个事呢也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呢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了解他真正的想法 你从他的视频里面能不能听出来他对这个政府的不满 我相信你是可以听出来的 但是这个也没有问题 我前几天也在骂政府 我前几天也骂了 这个你不可能说政府没做好你就不允许骂 我们是可以骂的 后面呢他又连线这个BBC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他是一直在否定中国政府 表达了对西方政府的向往 其实这个也没问题 为什么说没问题 因为他说的他说的是应该是他内心想的 而且他也没有直接表达这个态度 他是通过武汉的种种不好的地方 那些不好的地方是事实啊 他来传达他通过这些事实来传达的 这个算不算春秋比法呢 我觉得是善的 这是我的一个初步的认识 我们就往下看 就陈秋实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做错 如果说割平时的话 你是没办法判断的 就是他说的这些东西 你不知道是为了国家好 还是为了他自己的一些目的 我们换句话说 如果陈秋实在二月份 不是如果陈秋实在二月份 是在二月份的那些视频 你如果当时恰巧看到了 那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超级有良知 不畏强权一心 只是为人民发声的人呢 还是你觉得这是一个想处心积虑 推翻国家的人 但我这个可能这个罪说的有点大 但你就是说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你能明白吧 就是其实你是很难有答案的 我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答案 而且我放当时 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想不出来真正的答案是什么 就算是他向往的 这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今天疫情也都爆发了 而且爆发出来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事 那我也不知道 陈秋实当时想的是什么 所以说呢 这就是陈秋实最牛逼的地方 他呢 知道他想什么 然后他的目的也达到了 你知道吧 可我们呢 我们是不是被利用了呢 我不确定的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在二月份的时候 刚好看到了政府的这些各种不好的地方 你在看他那个视频 你会不会被他引导呢 所以说换句话说 你又没有被他利用呢 但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你看这个事情就比较有意思了 运气比较好 就是西方的西方社会 也不能说运气比较好吧 就是西方社会后来是爆发了这个疫情 这个爆发的疫情呢 说明了陈秋实 他当时的想表达出来的观点 其实是有问题的 然后呢 他对西方的种种向往 最终都变成了对他那些观点的一个讽刺 当然他那些观点 你可以说他没说出来 但是你但凡看他的视频 你是很清楚的 好吧 这里我们不争 我们很多人 就是说 如果在当时的话 是真的能看出来陈秋实 他这个观点有问题吗 换句话说 我再问一个更深层面的东西 就是你即便看出来了 你能反驳陈秋实吗 我们再深一步 你能反驳他 那你觉得有人能相信你吗 或者说是相信你的人多呢 还是相信陈秋实的人多 这些东西 对我们这个社会 是不是客观的危害 客观的 也是客观存在的 是不是 当然这些 我只是说了一个方面 我们再说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如果说撤离打压陈秋实 那就对了嘛 好像也不对 好像也不对 陈秋实这种言论呢 是有积极的一面的 就是这个社会 必须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 举个例子来说 你们看那个徐晓东 徐晓东就天天骂政府 骂国家 骂社会 对不对 天天骂 但是他如 他大部分骂的都是事实吧 对吧 而且也就事论事 没有上升到这个国家层面 所以说呢 你能说徐晓东这样做的不对吗 徐晓东他骂了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改善了这个社会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是积极的意义 对不对 你看我这个话说到现在吧 就是也有点春秋笔法 就是我 也不能叫春秋笔法吧 就是我两方面都跟你说一下 应该算是客观公正 那你说这个东西有 有利有弊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 我这里总结一下 就是 你只要不越过红线 就别像方斌那样 打倒共产党 建立新中国 方斌又是造谣 你看发表这些危害国家的言论 然后又造谣 他那个去医院探访的那个视频 后面配了很多手机 每一个手机后面都是一个 因为新冠疫情去世的人 所以是别越过这条红线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支持 这种不同的声音出现的 这个是对我们反思 这个社会的问题是有帮助的 但是呢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 这是一个量和质的问题 就是 它可以存在这个量 但是你绝对不允许这个量 达到一个质变 就是它掩盖了主流的声音 一旦主流的声音 被这种春秋笔法的声音 给取代了 那我们这个社会 基本上就很危险了 这是我的观点 我并不否认 这个陈秋实的问 积极异议 但是呢 我依然认为 他的这些观点呢 是有问题的 至于最后 关于他的判刑 关于他的判刑 我个人认为 如果陈秋实 在没有月红线的情况下 我们不能判刑的 你毕竟 我们是要依法治国的 对不对 特别是陈秋实 又是个律师 你如果说 你没有一个 很好的法律依据的话 你判刑 你能让他信服口服吗 这是我的观点 不过呢 还有转折 其实真判了 如果说陈秋实 真判了一年 当然现在还没有确认 这个消息 是不是真的 如果真判了一年的话 我大概也能明白 他是在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陈秋实虽然是一直小心翼翼 非常非常的克制 看起来一直没有越过红线 但是有一期 他应该是月红线了 就是连线方斌那一期 所以说方斌就是个傻逼 陈秋实也是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险 对不对 我也是想说吧 就是你可以有不同的声音 但是如果说你内心 是有一个见不得人的目的的话 那我觉得最好不要 因为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险 你能做的比陈秋实更好吗 你能做的比陈秋实更牛逼吗 对不对 好 这期就到这里了